记者何玉华新北报道,新北市长参选人吴炳锐今天包下电影院正式对外公布主要政策大台北湾区计划,以台北港为核心的旗舰行事正发展计划,内容包含填海造路、清理淡水和细淤泥产业发展、观光油气及交通运输等各个面向。 吴炳锐说,这里将是未来市民追梦的新基地,也将会是新北的新出口,台湾的新出路。 吴炳锐指出,这计划是将新北市与台北港紧密连结,让依依可以发挥数倍效果。 吴炳锐说,将以填海造路的方式创造超过248万坪土地,以市价20万元计算,土地价值将高达5000亿。 填海造路取得的土地将以指足不受的方式鼓励产业回流,这个全新的自由贸易港区距落有着境内关外,无需关税的优势,预计可带动30万个就业机会,创造2兆元以上产值。